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 我们用了三千多年的中国称谓 究竟从何而来 一件古老而神秘的精土器 能否为我们揭开谜底 系列节目国之名称中国 中国有着四千多年的文明史 表现在名称上 除了历代统一王朝国号 如夏 商 州 大元 大明 大京等等以外 同时又有众多的古今名号 和繁杂的域外称谓 比如我们经常自称为华夏 中华 九州 外国人则称我们为China Cyrus等等 那么这些名称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拥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和特殊含义呢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 继系列讲座《国号》之后 再次历领百家讲坛 为我们细数古今中卖 关于中国的各种名称 及其来源取义 系列节目国之名称第一集 中国敬请关注 我们的祖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 拥有纵横一万里的地理空间 在这悠久的时间和广貌的空间里 我们中国曾经有过很多的名称 如果大概分那一下子 那么第一类是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国号 这从下山洲一直到大明大清 第二类是中国的自称 比方说中国 华夏 九州这一类 第三类呢 是外国人对我们的称呼 比方说China Series 那么我们讨论的主题呢 是中国名称中间的第二类和第三类 也就是中国的自称和中国的他称 那么说起中国的自称 首先映入我们脑海中间的 当然就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呢 我们不凡先听一首流传圣馆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1994年 内地原创音乐人高峰 创作并且演唱了歌曲大中国 那么经过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了 轰动全国 传颤至今 那么这首歌的歌词 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 有一些跟我们讨论的中国 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这大中国的歌词是这样唱的 说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兄弟姐妹都很多 景色也不错 家里盘着两条笼 是蝉江和黄河 还有珠玛南马丰尔 是最高山坡 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兄弟姐妹都很多 景色也不错 看那一条蝉城 万里在云中穿梭 看那青藏高原 比那天空还遥阔 我们的大中国 好大的一个家 经过那个多少 那个风吹和雨打 我们的大中国 好大的一个家 永远 那个永远 那个我要伴随他 好 这是大中国的歌词 我们简单地看一下 这个歌词中间说到的 这个歌词中间说到的 蝉江 黄河 珠穆拉玛风 而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国 那么今天 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神圣国号的正式简称 是一个无时无刻 不存在于我们身边 普通道 我们都不太会去特别关注的一个名词 因为我们用的太多了 我们反而不去计较这个名词背后到底是什么 那么在历史上 从下山洲一直到大元大明大清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 并不叫中国 也就是说呢 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并且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之前 中国只是我们国家一个非正式的名称 然而尽管中国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名称 但却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使用广泛 影响深远 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想作为中国人 对于中国这个名称的翻方面面 对于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名字 还是应该做一些系统的了解吧 下面就让我为中国人说中国 那么为中国人说中国 我们先说中国的发现 但这里的中国指的是这个名词 那么中国的发现 那可是充满着传奇色彩 偶然因素的金式大发现 先是1963年的8月 一个雨后的上午 在陕西宝鸡县的甲村 因为饥荒 曾临下雇员 回到宝鸡老家的村民叫陈堆 那么在他租住的东隔壁 陈乖善家的后院 探见院子后面 雨后坍塌的土崖上 闪着亮关 那么好奇之中呢 恩对就拿了一块木板 单梯子 和他的妻子张贵帆一起 爬到了那个闪着亮关的地方 然后用手和小绝特来跑 跑这个环土堆 结果就跑出了一个桶器 那么第二年 陈堆张贵帆夫妇返回了故园 张贵帆的老家故园 那么临走的时候呢 把这件桶器交给了 陈堆的哥哥陈胡来保管 到了1965年 也就是两年以后 因为生活困难 那么陈胡就背着这件桶器 到了宝鸡 把桶器卖给了一家废品收购站 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三十块钱 那么陈胡用这三十块钱 买了一斗高粱 背回了甲村 好 这是一个故事 1965年 把桶器卖掉了 也是在1965年 宝鸡市博物馆的干部 童太范在市区的育权废品收购站 偶然看到了这件桶器 感觉应该比较珍贵 于是呢 就回去向馆长 吴尊坤做了汇报 那么吴尊坤随即派保管部的主任 吴尊坤前去查看 吴尊坤也断定这是一件珍贵物 于是就以收购站单粗购入的价格 三十块钱 又把这件铜器买回了博物馆 那么经过考古人员的确认 那么这是一尊西州早期的青铜酒器 高约三十九厘米 口径呢 二十八点六厘米 重约大概十四点六公斤 这似乎还没什么 就是发现一件铜器吗 陕西那边铜器很多的呀 更重要的发现在下面 到了1975年 国家文物局 争调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 要出国办展览 那么这件事而复得的铜器 因为它的造型的漂亮 因为它文士的精美 而被选中送到了北京 那么当时负责展览筹备工作的 上海博物馆著名青铜器专家 马成元先生 在清除这件铜器上面的秀的时候 在这件铜器内胆的底部 发现了一篇 一共十二行 一百二十二个字的闽文 这一百二十二个字的闽文 涉及到了周初的两庄大事 一庄大事是周五丸灭山 另外一庄四庆是五丸城丸 先继营造洛邑 就是今天的洛邑 因为这件铜器的 做器的贵族名和 所以马成元先生呢 就把这件铜器命名为和尊 并且赞誉和尊 堪称是正国之宝 主要不是正管之宝 而是正国之宝 为什么说和尊是正国之宝呢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在这件制作于公元前 一千零三十八年的 和尊的闽文当中 首次出现了中国一词 那么相关的一段闽文 我们看一看 是这样的 说唯晚粗千宅于成州 五丸既克大一山 则庭告于天曰 与其宅之中国 自知一鸣 这段闽文是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周成晚 开始在成州营造都城 然后就回想到 五丸当初在灭完山朝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祭天 并且说 我将居住在这个中国 就以中国这个地方为中心 来治理天下四番的人民 于是我们知道了 周五丸灭山以后 也就是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046年 到公元前1043年 周五丸在位的这个期间 已经出现了中国这个名称 换言之 中国名称到今天 它的存在的时间 已经将近三千一百年 我们知道 当我们面对外国人的时候 中国人 是我们全体中国人 最显亮的名字 而因为何增 我们才知道了 中国这个名称 确鉴于三千多年前的 西州的初年 2002年 国家文物局 将何增列入了 首批禁止出国境 展览的文物的目录 的确啊 这是一件 删不起 跟丢不得的超级宝贝 我们国家最 用得多的称呼是中国 中国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我们因为这一件 1963年 偶然出土的 偶然被发现的 何增 明确下来了 中国名称的出现 距今大约三千一百年 那么何增 这件超级宝贝的 金氏大发现 也为我们解说 中国名称的最早含义 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 就是我们为什么叫中国 我们从这件 何增的名文上面 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认识 首先我们从文字上来看 我们一目了然的看到了 中国名称的最早写法 我们看看何增的 闽文上 中国二字的写法 那么 中 像一面旗帜 国 写成我们今天读作 或者的 和 的那个字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先来说中 按照著名古文字学家 于行武先生的考证 在殷山甲骨文 以及山州经文中 中字的首尾都加入 若干条 波乱形的飘带 向左 或者向右飘 那么这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有流的 有飘带的旗子的现象 这很清楚吗 是一个旗子的现象 也就是说 中字在造字之初 本来是一个 带有飘带的旗子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造成这么一个 形状的字呢 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代 通信是不方便的 那么首领啊 或者大哥啊 有事情呢 想找兄弟们 想找部下来 怎么找呢 就在高处竖起 一面大旗 人们看到大旗以后 就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围绕在旗子的周围 然后再听从首领 听从大哥发布命令 于是呢 作为旗子的中 就引申出了 地理概念的中间的中 因为旗子插在中间吗 手领在旗子下面吗 周围的部众围绕 它在周围 所以旗子因为它在中间 所以引申出 地理概念的中间的中 再一步引申 引申出了文化概念的 核实的中 比如我们今天 荷兰人还讲种嘛 它就是合适的意思 这也就是 清朝学者段玉才 在《说文解字柱》 这本书里面所说的 什么是中 中者 别于外之词也 中是和外区别的 别于偏之词也 是和周边相区别的 以合一之词也 合一之词就是文化概念的中 很合适的意思 好 这是中这个字 地理概念的中 文化概念的时宜 是这个意思 看 我们叫中国 这中有这么丰富的含义在里 好 我们再来看 更加复杂一点的国 现在我们这种写法的国字 一个宽宽 里面一个玉 是古代四十多种写法中的一种 大概因为国太重要了 所以古代通过改变国字的写法 表达自我权威的帝王很多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武赵 也就我们习惯所称的武则天 他最初理定的国字的心字 是在这个方框框里面 加上一个武 就是他的姓 代表武赵 居中治国 但后来有人跟武则天说 跟武赵说 你这不是把你自己给围困起来了吗 这就像一个囚犯的囚样 于是武赵就再改为 这个宽宽中间加八番 这个意思很清楚 国代表四番的土地 四面八番的土地 再比方说 还有一个喜欢造字的 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泉 洪秀泉改定的国字是什么字呢 一个宽宽里面加上一个大丸的丸 所以这个洪秀泉 实际上是有这种封建地丸的思想的 因为他自称天丸 所以他的国是一个宽宽里面一个丸 那么1956年 那么大陆确定第二批简化字的时候 郭沫若先生选定了 现在的这个国字 宽宽里面一个玉 国字从玉 玉是美好的象征 这表达了国是宝贝的意思 这个意思也很合适 国嘛 当然是宝贝嘛 我们应该真爱它嘛 这是国字南帝来的演化的 一个大概的过程 就国字它的写法很多 当然 国字在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写法 还是我们今天的繁体字的国 就是一个宽宽的里面加上一个或者的和 至于最早的国字 我们按照何曾敏文来看 那就是一个或者的和 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繁体字的这个国字 外面这个宽宽和或者的和这个宽宽实际上是构建是重复 那么最早写法的和应该读国 是什么意思呢 东汉许胜的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 国从为从各一首一 我们上面都说这个叫做宽宽 那是为了方便大家听 其实真正读了是读为 说文解字 从为从各一首一 这里的为指的是城池 格指的是武器 一指的是土地 清楚了 国 也就今天这个祸 就是一个人 扛着武器 保卫城池 守护土地 那么有一点说呢 就是礼记里面所说的 知干戈 以未设计 那么解释了这么多 我们应该倾诉了 何曾敏文的宅之中国的 中国就是今天的中国 而中国最初的意思 是指位居中间的 或者中央的城池和土地 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来了 这位居中间的 或者中央的城池和土地 是指哪里呢 哪个地方是最早的中国呢 何曾敏文 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 最早的中国是指洛阳 因为敏文中 出千宅与城州和宅之中国 是一个意思 这里的城州就等于中国 寓意 成就周朝工业的城州 是哪里呢 我们知道固执就在今天的洛阳 换言之 今天的大中国 原来是发任于洛阳 这个小中国 蛮有意思的吧 为什么洛阳是周朝初年的中国呢 为什么把洛阳称为中国 那么正联系着 周朝初年的政治地理形式 我们知道 上古三代是下山州 下是由起自西部的民族 所建的洛阳 山是由起自东部的民族 所建的洛阳 州又是由起自西部的民族 所建的洛阳 在这个下山州 三个王朝的监狱范围内 下朝的监狱范围 先对居中 等到周朝灭山 周公东征胜利以后 可以说是把下山州三朝的监狱 合而为一了 而在这样的监狱范围里 本来下朝的监狱范围 以及他监狱范围的中心地带洛阳 正是居中的地方 所以司马迁的《死记》里面说 说洛阳这个地方 叫此天下之中 四番入共道理君 它是一个天下最中心的地方 东汉班固的汉书里面也说 西周公迎洛邑 以为在于土中 就土地的中央 诸侯翻平四番 顾立金丝 我们知道周朝 大致相当于今天 陕西西安那一块的叫宗州 那么大致相当于今天洛阳这一块的叫成州 这实际上是周朝的两个都城 而东方的这个成州呢 它是位于下山州这个僵硬范围内的中心地带 所以这个城池被称为中国 我们按照何曾的说法 中国最早的意思就是位于中间的城池 那哪里是中间呢 在西周初年 它这个僵硬范围之内 位于中间的地方就是洛阳 其实不仅西周初年 我们顺带提一下 直到今天 以洛阳以及洛阳所在的河南 为天下之中的观念 仍然表现在许多的方面 比如说在中国的八大古都里面 所谓八大古都 西安 北京 洛阳 南京 开封 安阳 寒州和镇州 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间 洛阳具有最为强烈 最为明显的正统意义 那么河南省的雅称 有中州 中原 我们今天称河南人 河南这个地方叫中州 中州大地 中原大地 河南人一种 这个单词表达可以 行 同意 等等的意思 其他的省没这么表达的 各自多有文化 而在中华的五约当中 五座最具有文化意义的 地理意义的民山 东约泰山 南约恒山 西约华山 北约恒山 中约是什么呢 中约是松山 它位于中间 那么这样的观念 甚至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 2010年的8月1号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 审议通过 将中国荷兰省 登峰的松山历史建筑群 列入了世界遗产名路 那么主题名称是什么呢 是叫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其实我们知道地球是远的 哪来的天地之中呢 所以我上面所说的 中国啊 天下之中啊 天地之中啊等等 都是一定范围内的地理概念 和一定背景下的文化概念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科学概念 它是一个地理概念 是一个文化概念 是在某种文化的意识之下 是在某种地理范围之内的中国 和增的中国算是解释倾诉了 指的是周朝初年的陈州 也就是今天的洛阳 而存在以后 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并且以中国作为 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之前 中国都不是正式的国号 或者国号的简称 那是什么呢 中国是地理概念 中国是文化概念 我们先说说地理概念的中国 地理概念的中国 因为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 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 对吧 所以中国所指的地域和对象 也是多变的 一般来说 环帝所在的都城 或者环帝直接统治的地方是中国 那么其他的城邑 或者其他的地方就不是中国 那么居中的国家是中国 那么周边的政权就不是中国 我们读到古典文献 读到古籍历史书 那个中国指的到底是哪里 我们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判断 在这种多变的地理概念的中国里 环帝统治的地方是中国 尤其是其中的秦朝 汉朝和清朝环帝 这些统治的中国范围 最值得我们今天关注 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 我们看看秦朝 秦朝的监狱范围 以黄河 长江 诸江三大流域为主 大约350万平方公里 这构成了以后 立代中原王朝监狱的主体 也成为地理概念的中国发展的根基 那秦朝的这种重要性 表现在域外的名称 把中国称为China 汉朝呢 汉朝的江湾范围 因为拥有了西域 设置了安息都夫妇 所以一下子范围扩大了很多 在公元前后 大约610万平方公里 这位现代中国的广大领土 奠定了基础 所以我们中国的主体民族 后来称汉 秦汉这两个王朝 它在中国立场的重要性 就表达出来了 那么清朝呢 研制清朝 最重要的一个年代 或者一段年代 是1759年到1840年 1759年 爱兴觉罗洪历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乾隆皇帝 平定了天山南百路以后 清朝的疆域范围 白旗撒耶岭 二尔古拉河 外兴安岭 南至南海诸岛 西起巴尔喀什湖 帕米尔高原 东到库业岛 大约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 尤其重要的是 这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监狱范围 都置于大清中央政府 各具特色的有效管辖之下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 没有独立政权 没有自治政权 没有割据政权 没有偏安政权 没有各种各样的政权 只有大清中央政府的主权 中国 中国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度的统计 从此 地理中国 等于政治中国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 那么 谭吉江先生 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他的总编例里面指出 说18世纪50年代 清朝完成统一以后 18世纪50年代 就指的一七五九年 这一年 19世纪40年代 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 是几千年历史发展 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 历史时期 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 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 他们所建立的政权 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这就解决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讲中国历史 讲中国文化 而在中国的古代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称呼 它是叫夏山洲 叫隋坛 叫宋 叫袁明清 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上 谈什么样的中国的古代呢 谈哪些范围 谈哪些民族 谈哪些政权 中国历史地图集给我们做出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回答 我们的范围是1759年到1840年之间的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 也是统一的封建湾朝 清朝的疆域范围 这是我们最后临阶层的一个成果 好 这是地理的中国 我们再说文化的中国 理解文化的中国 关键还是那个中字 在以龙业为底色的中国传统社会 居中的中总是好的 中国喜欢中 所谈天地之道 地丸之志 圣贤之学 戒不外乎中 我们做人做事 也要强调 不偏 不倚 无过 无不及 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 农业要尊重自然的 要尊重天使的 农业不求过分的东西 农业不过急 农业安安心心在那里装 严格遵守农石 所以农业文化和我们中国人 讲究的这种中中之间 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那么文化上的中到底是什么呢 文化上的中是为正 为顺 为和平 为中心 为和宜 那么既然中字具有这么多的美意 那么文化的中国 当然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不凡打个比方的总结一下 地理中国的越来越广大 文化中国的越来越丰富 以及相关的民族中国的越来越多元 政治中国的越来越稳定 正如管子行事简里的话 说海不辞水 故能成其大 山不辞土石 故能成其高 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正是这样无数的土石 垂成的高山 这样的无数的川流 汇成的大海 这就是文化概念的中国的伟大 文化概念的中国 它是开放的一个体系 你只要诗书理约达到了这个程度 你就是中国 而在古代 中华的这种诗书理约 真的代表了一种很高的标准 一种文明 所以它又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演义 所以我们平时多想一想 中国这个名称 它的广泛的含义 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 更加能够从内心深腾出一种 保卫自己的国家 捍卫自己的领土的 一种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 为中国人说中国 就说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为华夏名字 说华夏